今天的文件講堂主題是美好關係傳出去 就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 林忠勇 陸榮芝 張清平以及陳文茜老師出場 各位同學 大家好 這個學期我想給大家一個不太一樣的課程 我今天找了三個人 這裡頭有兩個人彼此認得 有一個人跟他們都不認得 當然三個人我都認得 然後我問了要讓大家知道 我是一個相對端庄正常的女人 所以今天就特別請來了陸榮芝老師 你們知道陸榮芝老師的人請舉手好嗎 前面兩個 你們兩個都還工作人員舉個什麼手 後面的人都不知道 第一 他學藝術史 第二 他17歲的時候畫了第一幅山水畫 就被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 第三 他是實踐最著名的藝術系 你是當時的所長 是吧 沒有沒有 你是 你是朝陽科技大學的系主任 朝陽科技大學是在藝術的領域嗎 我怎麼懂 覺得你在視覺傳達 在視覺傳達 OK 所以他是一名教授 你們可能以為他是不是走錯間了 我們進來這裡 對不對 他是一名教授 然後最重要是他比我老 我現在長大比我老的人並不容易這樣子 他要告訴你們一句話 你如何永遠做自己 然後快樂地追求到任何不同的年齡 待會兒他會來說很多他的故事 介紹第二位 張清平 他是我們台中著名的建築設計師 但今天後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這些建築師 還有包括林總勇 還有包括Audi汽車 包括在Mison 在整個中國大陸地區的代理人 都是台灣的很多很了不起的人 他們合起來叫美好關係傳出去 其中台中的負責人就是他 今年第二年的計畫 去年是做市東市場 今年第二年的計畫 是在很多公共區 公共公園裡頭 他們做很多書席 就是設計給你看書的地方 這是張清平 他待會兒會來介紹 第三位林總勇 我曾經請他來過我們的課堂上 然後呢 他待會兒你們一定要 highly expected 誰睡著了 誰就是飯桶 我不會把你叫醒 because you miss a lot of things 你就是會錯失很多東西 他剛剛從法國回來 然後呢 他帶著一堆貴婦 當然有一些肚子很大的男人 然後呢 他們去幹什麼 叫做法國花開小旅行 他們去那裡學 Hermes跟很多很厲害的花藝大師 然後在法國最美麗的地方採花 然後想盡用各種不同的方法 讓人生如何永遠活在浪漫的狀態當中 人活得很浪漫 不可以嗎 這三個人都來告訴你 the answer is yes 答案是可以的 那我想先請陸老師 先來展示一下你的獨特風華 你的麥克風拿一下好不好 拜託 好 謝謝 你是學視覺藝術的 你怎麼會搞一個Hello Kitty的襯衫呢 我到現在還有很多Hello Kitty的收藏品 OK 我帶Hello Kitty的皮包 Hello Kitty的行李箱 我有很多Hello Kitty的東西 其實這也是Hello Kitty的象徵啊 對 我在噓噓 您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現在到了幾歲了 因為我已經忘記了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四個孫的奶奶 今年68歲 還可以嗎 好 幾年前我在廣播訪問她 她說文青啊 像我們這種奶奶 我說拜託我給你畫清界限的 我不要當什麼奶奶啊 然後她到現在還這樣 然後她的先生是 台灣非常非常棒的 可能是全世界在華人 鑑定最重要的書畫 就是你譬如說 我們要講說華人在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 或是如果大英博物館 有任何人要鑑定 這是宋代的 這是不是真機的 這是什麼書畫 最重要的那位藝術史的專家 同時自己也是一個藝術家 就是附身 對 所以她嫁的老公呢 是一個完全儒雅型的男人 你們的婚姻是怎麼維持的 各忙各的 各忙各的 她看你打扮成這樣 她曾經說什麼嗎 她沒有感覺 她沒感覺 她看我這個樣子 我覺得最誇張的有一次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美國籍嘛 然後到在台協會去辦事情 然後Paper Dean已經去了 過一會兒那個人就叫說 嗨 你去把你的daughter 把你的女兒叫來 就是我 她也無所謂啊 因為真的我跟她在一起 你們會真的覺得我就是她女兒啊 因為我們兩個的形象差太遠了 對 真的差太遠了 但你非常崇拜她 對不對 她曾經跟我說 其實她 反正你老公不在我可以出賣你啊 她說她真是愛的是某一個我的朋友 對 真的嗎 對不對 但是她所以願意去 不顧一切地去追求 她的先生就是附身先生 她附身先生是我在雇用當 知道我原生 我們兩個人是同事 對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男人 都跟你有關係欸 哎呀 怎麼辦 那個關係不是你這個關係啊 講清楚一點這樣 OK 以前我們開指導委員會的時候 附身都非常gentleman的 對不對 擠在你旁邊坐 對對對 使我覺得 跟老先生在一起真好 還讓我覺得是個女孩這樣 然後呢 她告訴我說 因為她認為附身是國寶 她為了保護國寶 不要落入不正當的人手中 就犧牲 才去追她的 才去就犧牲她自己 全面地去追她嘛 對不對 以身 報國 你這叫什麼 捨身救活 捨身主 可是您待會要來講一下 就是我告訴你 因為我們在課堂上以前 談過很多問題 那我知道很多人都有她的感情上的問題 但是我倒不是要談感情啊 我覺得人 女孩子 敢去追男人 而且不顾一切的 你不要看附身老爺 你追她的時候她幾歲啊 六十多 然後你有五個情敵嘛 對不對 對 對 我有五個 五個比我年輕的女人 情敵 都比我年輕 一個小我二十幾歲 在追的時候 那你那時候四十幾歲 我四十 四十五歲追到四十八歲 四十五歲追 是吧 然後有人是二十幾歲 對 你也不會自行慘歲 不會 其中最年輕的是她的學生 第一件事情 我就把她說為乾女兒 你們有聽過乾女兒 跟乾媽搶男人的故事嗎 很少吧 所以 而且前天 附身開展覽會的時候 她的乾女兒來了 她乾女兒後來也嫁了 生了三個孩子 我就特地安排她 推老爺的輪椅 跟老爺親熱點 多拍一點她的鏡頭 作為紀念 你看我是不是很大方啊 嗯 所以 你壓軸 因為被你講完這兩個男人 就 對不起 就會 抱歉抱歉抱歉 不是 倒不是 他們兩個人就會覺得自己 後面講的內容 有一點虛色這樣子 因為你的人生太精彩了 那我今天想把她分三段 那各自不同的主題 其實都想告訴各位 你其實可以按照你的想法 好好的活著 我們先來 第一個介紹的是 陸大師請坐 第一個介紹的是張清平建築師 他其實呢 在兩岸三地跑了跑去 然後他現在馬上要去香港 那一方面對他來講 從事設計 這些事情 他好像是他的職業 可是他又把他當他的使命 然後又希望能夠為這個社會 做些什麼事情啊 那他今天幫我們介紹的是 我已經忘記了 他們統合了多少個建築師 完成的美好關係傳出去的 Project 2 叫做梳洗 對不對 好 美好梳洗 好 那你有帶你的PowerPoint來 那麻煩您開始展示 好的 我們先給張清平建築師一個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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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倩大姐大 小妹小妹小妹大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張清平 我目前我是在逢甲大學 教的也是室內設計 我知道今天來的學生 都是設計學院的學生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榮幸 那我想說 既然我們都是同路人 都是在做設計這麼一個工作 所以我想 設計我們除了一張 一張紙 一支筆 一台電腦 我們做設計以外 我們還能做什麼 我一直在跟我的學生在思考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如何突破我們的瓶頸 靠什麼 靠的就是另外一種情懷 所以我想我今天 文倩要給我一個題目 就是要把我做的這個書籍 跟各位來做個分享跟報告 我想這個書籍 為什麼會有這個書籍 我想多一個起源 我想在這個起源 先跟各位來介紹一下 這個起源就是從 哪一個 我知道 這個起源就從美好關係一開始 美好關係一就是去年 我們做了一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裡面 其實我認為有兩個環節 影響了這個社會 非常非常之大 一個就是叫做大隱於世的美好關係 也就是說 我想有很多人知道 我們去改造了私東市場 也就是說中用 還有大俠 還有那個 那個會長 帶著我們去 這個私東市場做了一個改造計畫 其實我相信 其實我相信 市場改造 每個人都會 我相信 我相信在座人 要做市場改造 可能都比我們來得強 可是我們要做什麼 我認為美好關係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人與人之間 如何透過溝通 我們把這個目的能夠去執行 換句話說 你們現在在做設計 我一直認為設計不只是溝通 設計是要說服 為什麼 你必須要說服甲方 說服了甲方之後 你才能夠拿到這個案子 拿到這個案子 你才能夠去執行 才能夠完成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溝通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 市場有60幾個攤位 我們設計師有30幾個設計師 最後只有19個人 能夠跟所謂的攤位的老闆 達成共識 來做這個市場的改造 那這個19個攤位裡面 當然第一個就是 我們中永做的這個 餃子的這個店 最早他是做了一個示範的 一個效果 然後這個旁邊的話 就是我們所有的這個 現有的這個店家 那我做的是什麼 我負責到一個叫阿清守時 就是走下腳這位大姐 叫阿清姐 那當時 我們的條件就是 我們必須要跟甲方溝通 我們要說服他 他同意了 我們才能夠去改造 因為在做的時候 他一直跟我講說 Man啊Man啊 我們生意已經很好了 意思是說 不要再來 過來軟啊 那個時候我的感覺 就是說 你何不嘗試一下 那我就畫了一些圖 經過這些圖面吸引了他 後來他同意了 那我們就跟他進行改造 那時候我們就是用一天的時間 我們花了一天的時間 在市場裡面 那可是呢 這個阿清姐 他不停的在一天 那一整天都做一個最秤職的監工 他在監工我們啊 會不會把他的這個攤位給搞砸了 我們為了這件事情 我們也幫他的那個看板 我們用手繪把它重新整理過 那是之前的樣子 後來改造後變成這個樣子 這就是阿清手使 當然裡面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故事 最讓我感動的一件事情就是 為什麼我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發覺這麼一個事件 能夠改變我往後的設計 那就是事隔大概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我忘了啊 我到了市場去 我想看看還有什麼地方沒有做到位 什麼地方沒處理好 那後來我發覺那個阿清姐看到我 就遠遠跑過來就抱著我 那感覺上他眼淚泛光 我一直覺得非常令我感動的環節 那個時候我就看了他 結果他跟我手指著他的店裡面 他說你看 讓我看他店裡頭看什麼 就看這個 他小孩都來了 他說說這麼長一段時間 他們小孩子都不曾到 這個市場裡面來幫過忙 經過我們改造過後他願意來了 他說他願意來不是因為市場變漂亮 而是他認為市場可以被許可 被有心去加入我們的想法之後 可以去做一個適度的改變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給我的一種感受是非常的深層 尤其是我們在做設計 設計為的是什麼 我們就解決人的問題 解決人的問題不只是功能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情感 這個我跟各位將來的設計師們 我們可以來做個很好的溝通 第二件事情就是 叫做移動森林的美好關係 這是我們當時參與的一些人 那我們這些設計師們 我們就在忠勇的帶領之下 我們極力的把兩部市公車把它裝 裝點完畢 然後這個施工車在台北市走的一個禮拜 廠廠爆滿 這凸顯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當時在做這個事情 是想說因美好而設計 因設計而美好 就是我們想做個概念 什麼概念呢 就是我們想希望透過我們的活動 能夠讓大家對綠能 對環保對環境對節能的這麼一件事情 我們能夠能夠怎麼樣 能夠甚至去理解它 然後接著我們要去接近 我們要去創作 我們要去改變 那就就是我們的美好關係 那美好關係一之後 那今年做了美好關係二 美好關係二最主要的活動 前置活動就有一個叫做公園書席 那就是進入我們的主題 那公園書席 我當時我拿了兩張照片 右左邊當然不外乎就是一個公園書席 很正常的一個樣子 左邊是令我非常感動的一個畫面 也就是這個畫面 我覺得這是要移動的圖書館 我認為這個是我要做書席的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圖片 然後接下來我們也可以天馬行空的 書席我們可以這種方法來做 那後來我們就找了四個人 當然第一個我們就是找秉信跟我們的文倩 這個來做的一個書席 那這書席叫做惠妃的圖書館 我覺得好可愛 就這個書席 那還打開了 打開之後就像個翅膀 我想這個待會兒 這個他們也會做一個很好的一個說明 那就是一個惠妃的一個圖書館 然後第二個就是由忠勇跟朱寶陽做的一個書席 用花意跟書席做一個很好的一個連結 就是他們兩位做的 這個有要解釋 前面一個 好 再前面一個 OK 書席你可以有很多設計 可是你一定要了解附近的環境 這個地方是在台北天母Sogo的後面 旁邊呢你們看到沒有一個叫好丘 它是賣bagel的 那所以我當時就跟陳明星說 一定要可以讓人家坐下來吃東西 然後另外呢 他在台北Sogo的旁邊的後面 那裡呢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發現那裡有很多二十幾坪的豪華公寓 那二十幾坪豪華公寓是誰在住呢 就是有很多人 他可能是科學園區的新櫃 他孝順媽媽 就把媽媽接來住在那邊 然後他們自己家裡是附近的豪宅 然後媽媽就住在這附近 然後所以去看媽媽不會太遠 媽媽來看不會太遠 可是這些媽媽都六七十歲 七十幾歲都身體還很好 所以他們就把那附近的草地 變成台北市最有名的城市農場 都是農夫 所以這些貴婦們呢 其實不是貴婦 所以他的兒子是有錢人 然後他就是不習慣到城裡頭來 他們擔心他們的老媽媽在鄉下 所以進來台北呢 就去跟台北市政府申請 所以附近的里長就讓他們在那個地方 就種了很多蔬菜 那所以我就說在旁邊有一個這個東西 然後他們可以做工做完了 可以乘兩 然後可以去後面買打狗 可以去附近搜狗買熟食 然後可以坐下來 那當然就是 因為本來這是從樹屋想起來的 然後就說飛翔 好 下一個忠勇的東西 我要特別解釋一下 林忠勇這個再下一張圖 他設計成這樣的很大理由 他們都是因為這是在國語日報旁邊 對不對 所以它的重點不只是花 就是讓你感覺到很多花 而是因為國語日報 它基本上代表一種傳統 代表一種概念 所以他們強調的不是一個設計本身而已 它讓你感覺到 其實國語日報 是很多人從小開始學習閱讀的一個環境 然後就要讓大家經過國語日報的時候 注意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特別解釋這個 Location 跟設計一定要有關係 知道對吧 是的 好 下一個 來 感謝 感謝維健姐 好 不會 下一個 這林總和主 是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個大俠 國俠義 跟這一個 黃子嬌 黃子嬌做的這個書籍 這書籍其實當時也蠻有意思的 它的名稱叫10點10分 它就是好像像那個燈塔的一個地方 指下去中心 然後左邊那個是指的10點 那個是10點10分 10點10分又像是一個十全十美的意思 當時就做這個概念 所以說在這個小燈塔裡面放了一些書 我覺得也蠻有意思的 另外一個就是我做的一個書籍 這個書籍在台中 台中就是在我們的市民廣場的木棧道那邊 我做了一個書籍 當時就是中間那個就是那個書籍的概念 不過我當時我是用人的一種概念 也就是說我們從正面看過去左邊是一個人 從後面看過去反過來人 反過來就變成一個入字 這就是那個劉宜慶的《四座心語》裡面有講到一個 九字鎮引人入聖地的意思 我想用這個來做我的一個書籍的一個想法 然後最主要就是說透過穿透 書箱 花箱 能夠透過這種裝置 能夠散發在我們市政的每個角落 那我想我當時做完之後 我也寫了一段我想跟各位來分享的就是 我們一起每到台中 一起每到身邊的人 一起每到流動的開始 隨著風隨著光 一起找回人的美好關係 那人的兩邊是微笑 是兩條最簡單的弧線 一邊是付出 一邊是執著放下 那我欣賞人 人也欣賞我 我閱讀書 書也閱讀我 微風陽光雨水花香 朗朗的書聲 都是給人幸福 所以當時我做這個書籍 我也希望說透過我們的示範 能夠把這書籍的這麼一件事情 能夠把它拓展出去 好 那這是一個晚上的書籍 就是這個書籍 晚上的書籍 那這件書籍也發生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 剛好我們是在那木棧板 你們有去過那個 這個什麼 視頻廣場 你們都知道旁邊有個木棧板 我就在木棧板旁邊 那後來發覺 我們做完放在那邊就 那個市府那邊就告訴我 就是一堆人在那邊投訴我們這個書籍 為了這個事情 我也必須要去解決 那市府帶著我們過去 來告訴這些大媽們 就是說 其實我們是有申請的 那他們反而沒申請 可是這件事情 我認為我們是要促進這個美好 我發現我們台灣的這個大媽的個性 是不輸給內地的大媽的這種性格 哇 那個火力之厲害的 我也有點承受不住 不過原來上 我們是在做美好關係 做一個人與人之間的一個關係 既然這樣子的話 我更要把這個事情做好 所以我就跟這個大媽他們商量 那他們是不是能做 我們這個書籍的士書人 士就是服侍的士 服侍書本的人 士書人 如果他願意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書籍把它移開 那後來他們同意了 很開心他們同意了 那我這個書籍也找到人家照顧 他們每天他們晚上去跳舞的時候 可以去看看書 把書本擦一擦 整理整理 然後第二天我就找了一堆人 把這個書籍移開 那這樣子是不是也創造了一個美好 所以我常講 什麼叫做美好 什麼叫做美好關係 我個人的感覺是 就是我們時常忘記忽略的那一層關係 我們來想想看 父母跟我們小孩 或者是說兄弟姐妹 或者同學之間 朋友之間的 那一層常被忽略的那一層關係 如果說我們把它拾回 這美好關係就成立了 那後來接下來我就找了 這個龍堡的張莉莉董事長 他做了一個書籍 就是下面那個書桌 放了一個模型 就這個也做好了這個書籍 我覺得也非常非常漂亮 有意義 有環保的意思 那接下來台北也很多書籍 這個太好笑 這是漁國人的 是 這也是一個書籍 他是用一種詭諧的方式 言語的方式去表達 他對這件事情的事件 那這也是一個書籍 你剛才這個太快了 給大家看清楚啊 好的 這個叫Free Library 然後它弄成一個馬桶 可是其實馬桶後面放水的地方 就是放書的地方 那個是現在的書籍裡頭 最受歡迎的座椅 路人走過去 都去那個地方打卡 然後就坐下來 那比較好笑的是它裡頭放的書 還有一本書談自閉症 然後一本書談一個人 為什麼會胡言亂語 是的 然後還有一本書 講了一個東西 就是我如何成為偉人 我說這個馬桶 好像應該找柯文哲來做一做 結果後來他們這個書籍計劃 柯文哲有參加 結果他就不願意來做這個馬桶 OK 然後下一個 是 好 那這個書籍也是很簡單的 也就是我們跟地井的一些井字 結合起來 它是一個小木桶 在我們小木桶當中 他把他的想法放在裡頭 所以我覺得書籍的這件事情 重要的是如何我們把這件書做好保護 反而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這是小松鼠的家 那這是我們台中有一個設計師叫黃金序 他設計的一個書籍 那這是我們這個文君設計師 他們做的一個書籍 用愛心傳播出去 那這個也是另外剛完成的一個案子 一個書籍 那陸陸續續後面還有很多書籍還沒完成 台北部分應該是有二十來一個 台中也是有二十來一個 加起來大概就有四十幾個書籍 那書籍我也希望他能夠怎麼樣 能夠持續的不斷 那這是這個導演 魏德勝導演他做的一個書籍 很有意義的 叫做方舟嘛 對 沒錯 就看他的那個電影裡面 一個情景 一個橋段裡面 他做的一個書籍 我覺得很有意義 那下一個書籍呢 我覺得下一個書籍 是不是我們在座的所有設計師們 所有設計學院裡面的我們的同學們 我們能不能提出我們自己下一個書籍 我們把這一個書籍的這一份關懷 像蒲公英一樣把它散發出去 所以有機會 我也邀請各位在座的學生們 我們可以一起來做下一個書籍 那跟書籍有關係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樂樂書屋 其實樂樂書屋 它是一個公益性的一個活動 在這個地方是不賣書的 沒有任何的經濟的交易 它只有用交換書 兩本書換一本書 那如何來處理 我們來看看 讀樂樂不如種樂樂 讓人微微笑的小確幸聚集地 樂樂書屋 那我們在樂樂裡面 我們最主要做的就是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們想促進書的流動 第二件事情 是我們想促進知識的流動 第三件事情 是我們想達到所謂的與愛的流動 那促進書的流動 我常想 我們家裡頭架上的書本 什麼時候動過了 可能放了兩年 五年 十年 我們都不曾去動過 何不透過這個活動 我們把我們自己書架上的書 我們做一個流動呢 那知識的流動就是 我們在我們的二樓 我們有個展演廳 那個展演廳呢 我們是兩種方式 一種是收費的方式 就是你要去租也可以 那收費 這個費用我們拿下來 我們一樣是繼續去買書 那或者是說 我們樓上常租給 讓這個所謂的 偏遠地區的小朋友 或者是說 有需要的這種 這種義工活動 他們可以參與 是免費的 所以還有我們每個禮拜二 我們都有一個叫公益日 我們把每個禮拜二 全部整場都停下來 讓有需要的 這個團體來使用 我們裡面有一個捐款箱 上面這麼寫的 把愛化為資源 讓愛心傳遞 一分善款 一分希望 愛情是沒有終點 你可以改變一個孩子的未來 怎麼說呢 我就是有那麼一次 我到了一個偏遠的學校 我們是要想 在那個地方 我們要做一個圖書館給他 可是後來我發覺 他們並不需要這個圖書館 他反而要什麼 反而要的是獅子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發覺了 我在我樂樂裡面 我就乾脆我在培養獅子 所以我在不斷的 在我樂樂裡面 培養了很多很多的獅子 我準備就是要讓他們 能夠深入這個 需要樂樂的地方 這個是我們一個想法 在我們樂樂裡面 還有一個是 跟藝術連結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書架 書架後面 我們有一個圖像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這個圖像是什麼圖像 這是畢卡索的夢 還有一個名字叫做 坐在紅色沙發上的女人 這個女孩 她叫德雷莎 她影響了畢卡索 還有另外一幅畫 就是這個書架後面 我們可以看到後面有一個幅畫 那這幅畫是這一幅 這個叫春 春天的春 不曉得各位 我們同學知不知道 這個的畫家是誰 這幾位 老師你知道 我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另外一幅畫 就是這個 維納斯的誕生 大家都知道 他是這個 文藝父親最偉大的畫家 我們都知道文藝父親誰 尼卡蘭基洛 拉菲爾 達文西等等 可是偏偏就是他的名字 我們大家都忘記了 他的名字就叫波蒂切莉 他的畫 那我一般 我是把它分開來 分切開來 我們來欣賞 我把它切成四段 最左邊那個 這個 這個是誰 楊莫立秋 他所舉起來做什麼 他是撥開空中的烏雲 他不是採水果 也不是幹嘛 那這個是人的一生 美麗 智慧 等等 那這是夢的眼睛 射出愛情之劍 最主要是這個 最右邊的是 是風神 然後中間那個是春神 風神跟春神之間的暧昧的關係 化身為花神 就是這個花神 所以這幅畫 這個人應該只有兩個人 那這個畫 最主要是 當時 還有剛剛的 蒙娜 這個 另外一個 另外一幅 兩幅 是 波蒂切莉 唯一 兩幅 沒有跟宗教有關係的繪畫 所以我們是以捐出一個圖書館 打造一個有溫度的一個新概念 也就是說 我希望說 我每年我們都能夠一樣捐出這個圖書館 來做這個空間 所以我們樂樂也是一個樂火的空間 在空間裡面 我們用的都是再生的東西 把這個東西 把這個東西能夠去利用 再重複再去使用 樹 這個老榮樹 也是在老樹媽媽那邊找到的 那現在活得很好 在我們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也希望是說 它能夠透過這個天窗 能夠把它養育得更好 所以我們樂樂也會下雨 所以樂樂也是一個品味傳承的空間 當時為什麼我們會用貓頭鷹 我想大家知道貓頭鷹 可能在跟圖書館 跟書店都有關係 可是我認為 當時我的想法是說 我是用黃椎絞囂 她是一個女子夜間的守護神 所以我用了這個東西 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把樂樂 把它放在我們的最外面 所以每一本書 都希望能夠被翻閱 在樂樂每一本書 都希望被欣賞交流分享 那就是我們樂樂 希望大家有機會 也能夠到我們樂樂 給我們指導一下 我覺得做公益 不是一個人的權利 而是每個人的義務 希望大家能夠把這個事情 把這個愛心 能夠傳播出去 謝謝大家 謝謝張欣明老師 我也想請教您幾個問題 就趕快答應答案 好的 你這個樂樂書 你一個月要貼多少錢 我前段時間 大概三十萬左右 一日月 那貼這個錢 對你有什麼好處 其實我做這件事情 並不是想突顯我自己 其實我當時我出來之後 我一直想把我放在後面 所以我 我目前這邊 我是交給我女兒 她就處理 我是說對你有什麼好處 對我什麼好處啊 我覺得對我的人生 有很大的一個啟發 我從沒有關係開始 我就覺得 我們設計師 除了在做設計量體以外 我們還能夠去感染一些什麼東西 我是想做這麼一件事情 所以你所謂的好處不是錢 不是 不是民生回報 那不是 那絕對沒有的 就是你感覺到你自己是一個有感染力的存在價值的設計師 對嗎 我希望透過這個感染力把它散發出去 非常謝謝張清平老師 就是她還跟我說我們會給你 我們會給你 我們會給你 她來講美好關係 我說張清平講 你來告訴我們大家 你如何讓每一個人追求美的生活 而這可以成為一個人的工作 來 鍾勇 好 大家好 我是林鍾勇 很高興再一次的在亞洲大學 文倩 我前兩天回到台北的時候 文倩就跟我講說 鍾勇你還是講法國的花開旅行好了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欸 美好關係長到法國花開旅行 那時候我腦筋轉了一下 今天來到現場的時候 我大概才理解就是 文倩 我相信在她腦袋裡面 這個浪漫或者是做夢這件事就是美好 然後真實的發生在你的生活裡面 我想這就是她心中所謂的美好關係 的邏輯思維 跟我們跟剛剛張清平老師在做這個美好關係 她的涵化範圍更寬更廣 所以我理解完之後我就發現 我懂了為什麼我今天要來這裡講 那個花開旅行的事情 好 那個影片還是PPT PPT 好 那等一下 我大致上先講一下好了 那個張老師剛剛分享的美好關係的活動 我們從去年開始 從市東市場改造的這個活動開始 那會做這件事情 主要也是從花藝的一個活動開始 就是說有很多設計師跟好朋友們就會想說 林中原 我想要跟你學插花 然後就問我說我可不可以開課 那我看到因為都是男生想要參加 我就說我不想要上課 對 因為跟著我去的都是女生 我就不怎麼想要 然後所以你看 那我就說 那我們都是做設計的 為什麼你要當學生我當老師 我說我覺得有點不太好玩 我說可不可以不要去教室裡面 我就願意喔 所以我們就提出了說 那我們把教室放在市場 一個人任一個攤位 就可以把這個市場的攤位 就像花藝插花一樣 就可以把它改變 你就可以把你的專業放在這個攤位上面 所以市東市場的起源 就是一個花藝的課程 好 那做完了這個之後 其實我就已經有 所以我每次都跟同學們分享 我就說如果你想要學花藝的話 不要在教室學 因為教室插一盆花 我覺得很無聊 因為四周的環境跟大自然都沒有相關 所以你學到的可能不是插花 所以我就說 那你跟我一起去旅行好了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夢 我就說 我覺得你想要上課的話 那就是跟我去我想去的地方 那我就教你怎麼插花 所以我們就從杭州 金澤 到印度 然後到大理 然後去年到了法國 巴黎 所以我就邀了文茜 我說這種浪漫的花藝課程 他上次在陽明山參加了我們一次 我就跟他說我在陽明山 他說你等我 我就在你們家 你們那個插花的旁邊而已 所以他就那天是什麼 金正恩不知道要發生什麼怪事的那一天 要四射飛彈 他說他不管新聞的事情 他就跑來參加花開小旅行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我要在法國做花開小旅行 你要不要來 他說他很想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一次的今年 我們又再一次去到了巴黎 CM Flower從台灣從街邊的一家小花店開始 一直開 開到成品書店的一樓的花店 到現在我們還是以開花店為目的 那我想要分享的是一個 我是一個正常的男生 然後我喜歡美的事物 然後我喜歡浪漫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開花店就像是一個 做夢這種 就不切實際 所以我父母親也覺得做這一行 好像沒有太大的發展 可是我心中的想法不一樣 我從其他的國家回來之後 我發現一個城市最美的文化 可以從花店看見 就是接講的花店 就可以看見一個城市對美的需求有多大 所以我就在台灣看見的這個花店 城市花店大概就是用垃圾桶裝花材 然後進去花店都臭臭髒髒的 也沒有什麼花 如果有花都在冰箱裡面 我就覺得很怪喔 所以我的夢想就是開一家花店 一直到了開了花店之後 我說唱插花客 我說插花客不就應該是在一個最漂亮的 大自然田園裡面去上課嘛 你可以知道花從土地長起來的樣子 而不是從冰箱或市場買來的樣子 我說我們就應該要去跟著這個花農 然後這個Christophe是巴黎近郊的一個花農 他種的花材提供了巴黎13個 在巴黎最頂尖的花店的這些材料 那我就問他 我說你為什麼說你提供的是最頂尖的花店 他說因為除了市場買來的花 的這個花店業者 如果他還不滿足 他還希望他的花材 是這種比較尺度很長的 或者是花買來是歪七扭八的 就田地買來 就代表這個人的創作能量 已經超乎了市場的那種規格的花材 所以他認為這43家一定是巴黎最頂尖的花店 那這個的回話就讓我覺得 對 因為他說的也是我其中 我也是這種人 所以我就很認同他 我也認為我是全台灣最頂尖的花店之一 所以到了那個市場 到了他的那個花田裡面 我們看見這些花草的時候 我就真心的會感受到 原來我喜歡的什麼蔬菜 裝飾的菜市場 或花店裡面買到花 花市場買到的花草 原來他長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我才覺得說 這件事情我一定要跟我的同學分享 也就是說插花的人 不能不知道他長什麼樣 要不然你那個自然的美學邏輯 就會歪七扭八的 所以我們就決定自己一起去做這個夢 那就約了海峽兩岸的這些學生們一起報名 我們就約在巴黎見 就大家自己準備自己的 就直接在這個農場見 所以你可以看到農場裡面種的一些果實 都讓我很 就為了這個 左邊這個是覆盆子 新的品種橘顏色的 所以那個農場主人就 踩下來就叫我吃 他說很甜 所以我都不相信他 然後我吃了一下 吃了一下我說好甜 我同學也是不相信我 後來其他的人吃了 就覺得真的很甜 第三個第四個就相信 就跟我們做那個市東市場 說不用錢幫你改造 你願不願意都沒有人要舉手 然後我們示範了一二三水餃 做完之後 很多的攤販就問他 因為都是攤販嘛 就問他說你這樣子花了多少錢 他說不用錢 所以就三十幾家舉手要報名 要參加市東市場的改造活動 所以後來我們才選十九家 我們就把一些說 我們的招牌想要換 或什麼東西想 就是已經有一些期待的 這些談判就推開 我就說你想要我就不給你 你什麼都不要的人 我們就來幫你 我覺得這個邏輯就是 一種美好關係的信任 所以到這個學員裡面 也有從香港來的美國的老公 來參加了 他幫他老公報名 結果他只選了幾堂課 因為他怕老公是男生 不喜歡這種 比較多女孩子的活動 參加了幾堂課 後來他就跟他說 他說為什麼你都把我撇在後面 他想要每一堂課都參加 後來我才知道 我就覺得很開心 就是花草這件事情 它可以打動的不是我想像中 那個買花的人 而是現在的人真的蠻多的時間 會願意自己下田 然後自己去採收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的花藝邏輯 就是讓大自然可以融入生活之中 那我們就去了 然後我的一堂課 就是在農場的時候 我在農場收了二十幾個花器 我的課程是這樣 就是說這麼多花器 你自己去選一個 然後去選這個空間的某一個角落 你自己去想想看 如果這是你的家裡的環境 你怎麼擦花 所以這些材料都是從田裡面採來的 那大家每一個人擦出來都不一樣 就每一個人選的位置 很多人都是學美術的 然後學空間設計 所以擦出來其實都像油畫一樣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說 他用顏色他就會分享 他自己在擦花的時候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我也會告訴他說 我覺得我看到你的花 我覺得你的花的知識跟我的知識現在很像 很像是一個雕塑品 那我從來不會去跟你講 跟同學講說 你擦的花漂不漂亮 我同時會跟同學講 我說你自己喜不喜歡 那只要他跟我講說他喜歡 我就會鼓掌 因為我覺得只要他喜歡就好 因為美不應該是由老師來決定 美應該是由自己來決定 因為他是花藝 他不是什麼可以被評分的東西 所以我的同學有一個就擦一個 都是用花的顏色沒有葉子 那我看到的時候我就說 這是我這裡面最最喜歡的一個作品之一 那個同學是日本人 然後就是那個沒帶子 然後他就很開心 他說每次上我的花藝課 我都不跟他評分 所以他說第一次我給他很大的鼓勵 那我的想法就是說 花藝從擦花這件事情可以很專注 到撿花材、選花器、找空間 整件事情它應該都是要在一個 最美、最好的一個生活環境裡面 而不是一個乾酷酷的教室裡面 所以時常有人請我去演講 或是請我去做教學 只要是教室我都誰弄 我就說我不知道怎麼在教室裡面叫擦花 因為擦花我不是想要 我覺得它不應該是一個 沒有任何情感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都是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面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同學自己分享完 大家就會一起去 這個剛剛文倩說的那個胖胖的先生就是他 他是花粉過敏的日本人 他就陪他老婆 一起來參加花藝旅行 他本來是最好奇說 為什麼一群女的要跟著我去上花藝課 到底我在灌什麼米湯 所以他就跟著來 那我跟來之後他發現太好玩了 因為只有他一個男生 就全部都是女生 開玩笑喔 就是反正他來之後他就 他覺得很有趣喔 所以這次他也來參加美好關係 他也從杭州飛過來 然後北大畢業的日本人 就是國語講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在這樣子的活動跟過程裡面 到底以前心想的這種浪漫的生活 我怎麼實現 那怎麼可以從一個台灣的花店 飛到這麼遠的地方去做這種 很浪漫不切實際的事 而且又有這麼多的人願意跟隨 那我只是覺得說 這是大自然給的魅力啦 那我們一起逛森林的時候 可能我隨手平常會撿的東西 這個時候在同學人眼中就會 哇 這是什麼 那我說那你平常的時候不看嗎 他說平常不看 因為平常都在算步伐 在森林裡面走就算走幾步 要不然就是幾分鐘要到達目的地 所以他說不管他們去哪裡 走了什麼地方 什麼都沒看到 他們只知道他們去了哪裡 什麼路上什麼都沒見 所以我們說 我就是一群可以跟著我 看這好美喔 然後領隊就要停下來等著 一群人說好美的人 然後那個重新改變那個行程 就因為好美 所以就要重新改變行程 那我們整群都是這種人 那我們到巴黎我就會想 除了我可以教花藝之外還有誰 當然是巴黎的花藝師 就是去了巴黎為什麼要跟我學 當然要跟巴黎的花藝師學 所以我們就跟了一個巴黎的 巴蒂斯他是愛馬仕的御用花藝師 15年都是在幫聖羅蘭做花藝 就跟他合作在這裡開了一家一天的花店 所以這個花店就開在這個農場裡面 那他教我們做這個下午茶的餐桌布置 有法國人來告訴我們下午茶可以怎麼過 所以大家就在這樣子的課程裡面去學習他用花跟用顏色的方式 所以他用花的顏色跟他的那個古池的餐盤的花色是可以相呼應的 所以他不再只是一個他自以為是的花藝 所以他就跟大家同學們分享 然後插花的一些方式 這個時候大家插的就會是一樣的 就跟我的課就不一樣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跟他的餐具的顏色 還有這個農場的果實完全都可以呈現 所以這個東西不是假的 不是好像畫油畫放一個假的道具給你學 完全不一樣 真實的看見像油畫一樣的花藝就存在著 然後大家就在這裡真的合下午茶 所以他的空氣他的陽光他的環境 他自己做的甜點這個農場主人 然後這個花藝大師 就是他可以在巴黎幫這麼多精品業做花藝 可是他到了農場還是可以跟大家 在農場裡面做過農場的生活 我才覺得這個 這個才是真正的極致跟所謂的奢華 奢華不是在名牌店裡面拎著名牌包叫奢華 奢華應該是有聲有說 所以我一直喜歡文芊 每一次我要去勾他 就是說你要不要來參加什麼事情 都是這種事 都是去哪裡插花去哪裡交友我才會找他 其他那種奢華的環境我從來不找他 因為我就覺得說 這就是我心目中奢華的生活模式 那我們就真的就這樣子去過這些 然後他又示範了其他長的餐桌 長的餐桌花應該怎麼做 他就完全示範給我們看 所以大家就跟他學 所以我希望打開五桿就可以享受 我們其中還有一個農場主人 是牛津大學畢業的女兒 農場主人 他帶我們說了一次 他說我想要跟我的同學 就是跟我的同學分享美到底是什麼 我一聽到我就打亮了 因為我對美是最有興趣 他說美是一種感受 美不是眼睛看 然後他越講我就會說我喜歡 我就說那我就把這個課交給你 他帶我們到麥田裡面去 讓大家圍在一起 眼睛閉下來 一直重複的在傳一個同樣的動作 傳到大家全部的動作是一致的之後 才帶我們一起在傳遞喔 重新去感受到底這個信任是什麼 所以我們回到了他的花園裡面 一個人帶領著下一個人去 閉著眼睛去感受你聞到什麼 聽到什麼碰到什麼 然後這個是什麼 所以他不再叫你去說 你猜猜看這是什麼 不要猜了 不要再用視覺的方式去猜你碰到 跟聞到的 不要去猜它 去重新用另外一個五感去感受 你感受到什麼 那這個時候的 他在傳遞說的這個美 就跟剛剛我們說的美好關係邏輯是一樣的 就是說不是給你做一個漂亮的攤位你就覺得美好 不是 所以你要招牌我不給你 為什麼 因為你不是美好 你是想要 而別人是想要給 我說這不美好 美好是因為應該是你爸爸 或者是你的家人想要給你的東西 你不要他都願意給 你給了他 你說不喜歡他還是笑笑的可以接受 美好關係邏輯應該是這個 應該不是要跟你給的關係 應該是一個你相信他 不管你得到什麼 你都會覺得是美好 所以我們在這樣子的花園裡面看見的這些事情 你想想看一群這麼有錢的貴婦們 從亞洲飛到巴黎去 不管他從哪裡來 有美國來的 有香港來的 有反正世界各地 飛到巴黎集合的人 然後我們到底用什麼樣子的接待方式 才可以滿足他 最後一個晚上我們在 最後一個中午我們在農場 我們住在農場三天 天天吃農場的菜 然後吃了同學就說 明天還是農場嗎 我說是還是農場 他們就問我說 林老師你到底為什麼特別愛這個農場 我說你上完最後一天 你如果還不懂 你還沒有感覺到你再問我好了 所以我們最後一天中午時候 我跟農場主人說 我們可不可以用最真實最自然的方式用餐 他說好 我有一個 叫像兔子一樣吃東西的方式 然後我就說我喜歡 因為這也是跟那個 他女兒一起討論出來的 就是說所有的人不管你從哪裡來 你最後體驗到真實的美好 一定是真的 所以他的農場竟然是有機的 我說你的紅蘿蔔 真的可以從土裡拔起來 把泥土拍一拍就咬在嘴裡嗎 他說那當然 你的果實真的是掉在樹下之後 連擦都不用擦就可以往幾面塞嗎 他說那當然 我說那我們就像動物一樣吃你的午餐好嗎 他就很開心 所以他替大家準備只有一個香腸是薄生菜 其他的所有的食材 通通都是沒有做過任何的烹煮 然後我們就像野餐般的方式 全部的人圍繞在這個空間裡面 就自己連椅子都沒有 自己在這個花園裡面坐下來 其實吃的跟昨天吃的是一樣的 只是昨天有餐盤 昨天把沙拉切碎了 倒在一起 今天什麼都沒有 就原汁原樣的重複再吃一次 可是吃完之後所有的人都說好感動 為什麼 因為他抓了一個花束 他也是花醫師 就是農場主人 他抓了一個花束 他說這是給你們吃的 然後我們所有的人都嫩住了 他說這是可以吃的 他說那當然 這裡面全部的花都是吃的 所以那是香菜的花 那是茴香的花 那是南瓜的花 那是胡蘿蔔 所以等於說他用所有可以吃的花草 做成一個花束送給我們 在我們在吃這些兔子的吃法的時候 所以所有人對花藝的這一件事情 整個就打開了 就是花到底在我心中是什麼 就是花藝到底在我心中是什麼 其實是它遠超過眼睛可以看的 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當一群人 這是最後的甜點 他說甜點來了 所以他爬到樹上 爬到里樹上 爬到樹上搖搖搖搖搖 所有的里子掉下來 甜點準備好了 所以你看見了一個法國人 他一生不做 跑來做農場 他牛津跟劍橋 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牛津跟劍橋畢業的 嘲笑他的父親 完全不理解 他甚至告訴我說 他當時二十幾歲在讀大學的時候 他不敢告訴他們的同學 他的爸爸是做農場的農夫 因為他覺得這不是一個光榮市 有一天他們畢業了 重新再回到這個農場 上了一個這種身心靈的課程的時候 所有同學羨慕他的家庭 就說為什麼會有這樣子如夢般的生活 然後就覺得他爸超可愛 從此之後他才真心的感受到他爸爸的工作 跟所有付出的東西是這麼這麼的無價 所以這一次的課程真心的我們也是從頭 就一直喜歡他們一家人 就一起分享 所以我覺得那個美好的關係 應該是從真實的生活而來 就是也許有一天你跟他的距離遠了 有一天你發現他傳遞給你的不是書本上的 克里斯多夫跟我們講了一件事情 他喜歡植物的原因 他說植物最慷慨 一個花種可以給你一百萬 也就是說他說 我們問他說這些花可不可以種子讓我們帶走 他說歡迎你 我們就是說 他就跟我們講 他說一顆花種可以回饋你一百萬顆花種 所以天底下有像這種大自然的花草 這麼慷慨的嗎 他就跟我們講 他說比銀行還要慷慨很多 就是大自然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 其實去之前我們已經做好了兩邊的結合 就是CM Flower在法國有一個自己的花園 那我們就在那裡就是採這些花種 自己撒下了一塊自己的田 那這一塊田就交由他們的夫婦幫我們去耕作 那我們就許願就是明年它收成的時候 我們會再回去 回來去 所以其實這就是我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覺得在開花店到擁有一個花田 到陽明山我跟文倩成為鄰居 他也是這樣勾我的 他說林總 真的是勾引 勾引 他說我跟你講 那個我在竹子湖有一個花園 然後我花園那邊你可以來當我的鄰居 他說那樣子你就可以順便照顧這個花園 然後我就被勾去了 到現在花園都還沒做 他每天都在問我花園什麼時候做好 好其實我去了以後我就發現 真正可以種花這件事情真的很奢侈 所以一般的人真的要有一個花園 在台灣不是一個容易事 但是我還是覺得夢是可以做的 只要用公寓的租金就可以擁有一片花田 所以這些事情就是我們一直在發生 好我們最後有一個晚餐在旅館的那個馬術的旅館裡面 要有一個晚餐 這個晚餐我們CN要出手就是要佈置 那其實法國人你知道那個對美學跟那個餐廳的那個 自以為是的狀態是比較高姿態 我們跟他講說這個餐桌我們要佈置 完全不理你 你要跟他講說我們想要用什麼餐桌配什麼那個 這裡可不可以搬過來 真的要搬不搬 最後我們本來是要去森林裡面吃飯 他說不行太遠了他服務不到 所以你只能在他的那個餐廳的外區 他說我可以幫你這個準備好 然後反正就是這樣 最後我們用自然 我們不能進森林我就把森林搬進來 所以我們去森林裡面採材料 沒有用任何一個花式裡面買來的花草 所以我們用綠顏色去布置餐桌 好所以餐桌最後出來了 我們用綠色的苔藓 開始用綠色的蕨類 樹上撿了橡樹果的果實 然後把這個陽台外面的這個餐桌布置出來 就只有用綠的 結果我們布置出來的時候 經理跟主廚 經理去請主廚出來 然後出來的時候說我們可以拍照嗎 所以就對著這個餐桌拍照 然後再來就是說他說歡迎我們每年都可以來這裡做這個活動 那個時候就真心的讓我覺得說花藝到底是什麼 花藝並不是名貴的花草 花藝只是你能不能發揮你的想像力把大自然運用上來 我覺得人類最喜歡的不是所謂的珍奇豆艷的名花藝草 而是你對自然的想像大不大 我們就這樣子就在這一次晚餐 你看這就是主廚然後經理幾個工作人員就說大家可以 我們就拍一張照片就在餐桌上 這就是我們自己覺得開心的事情 就是不管你是哪裡人 我覺得每這件事情都應該是超乎你的想像 不是在做這種自視的方式 那我們這旅行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去參觀這個Maison Object 而且法國的巴黎家世展一年一度 那這裡面會看見為什麼歐洲人對生活美學這麼寬闊 就從家世設計家具設計到這些設計的想法 這個花氣是我以前很喜歡的一個設計師 那我看到設計師本人我就很開心 我看到本尊 然後就在這樣子的展場裡面你會看見 歐洲人對空間生活空間的裝飾超乎你的想像 不是室內設計什麼用什麼名貴的大理石邏輯 你看都是用大自然的材料 他就可以把咖啡廳做出來 把餐廳做出來 然後這就是我們說的就是花氣運用花氣的這些花材 都不是名貴的花草 可是這些裝飾卻讓你覺得生活其實也是這樣 就是你路邊撿的野草芒草它都是華藝喔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說這就是吸引我們巴黎去的 台灣的設計師物外就是做那個銅的鋼筆的 他們也在那裡有一個檀位 所以其實在這個展場上看到好幾個台灣的品牌 年輕的設計師們做著自己的夢想走到世界去 所以我們就看見說我覺得浪漫跟夢這件事情遠超過你所想像 你也不要認為說你好像在做一個就是別人 一般人認為什麼不會成功或者是太老古板的一些夢想 然後我們在這裡我們也跟一個植物的巴黎的設計師 就是請他跟我們分享這個他做的李洋 哇好漂亮喔 就用大自然的植物去做一個公共的空間藝術喔 所以我們就請Patrick幫我們介紹就是法國人到底怎麼運用大自然可以做多大的可能性 這是他的作品喔 就是這都是他的作品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這個就是台灣法國的一些交流 所以我也就當然就是說你可以帶我去逛植物園嗎 所以我們就一起去看巴黎的植物園 然後看見這些這個寒帶溫帶國家的人對熱帶植物的向往是什麼喔 種子的收藏所以收藏的種子都是熱帶的 所以這些植物像中間那個鋁人膠的種子是台灣有的嘛 那我就發現原來台灣有的植物是在他博物館裡面 所以我時常都問同學很好奇 你知道在法國或英國的溫室 花了很多錢打造的那個玻璃溫室裡面到底種什麼 種什麼奇花異草 很多人都會覺得不溫室裡面保護的是最貴的東西喔 我告訴你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有點突然覺得自己非常的珍貴 因為他們裡面種絲瓜 還有另外一個是種木瓜 我去了以後才發現到底什麼是奇花異草 就是他沒有的就是奇花異草 也就是那裡沒有熱帶的植物 那熱帶植物就是奇花異草嘛 那就是我平常見的台灣森林裡面的狀態 這就是溫室裡面的長相 木賊 蕨類 鼻桶樹 所以我就心想如果你想要讓世界看見台灣 你到底要拿什麼給人家看 拿很像京都的櫻花 然後永遠不會比京都櫻花漂亮的櫻花給他看 你要拿什麼給人家看 所以我每次都說當然是南部黃花枫林木 美得不得了的時候我一定要秀這個照片出來 大榮樹我要秀大榮樹 蕨類我要秀蕨類 我說我老外不就是想要看這個嗎 就為什麼我每次都要拿一個長得很像國外 永遠不會超越他的美學 告訴他說其實我跟世界很接近 我就好 不懂 這就是我一直的想法 就是說走到了世界之後我才發現 為什麼全世界所謂的美這件事情 不是你看見所謂的名貴 而是你有沒有看見植物自己本身 它有應該有健康的狀態 我們到了凌晨三點鐘去全巴黎最大的花市場 我就看到植物的很多的可能性 這些植物有一些台灣也有 有一些都是從國外進口 所以所有的人對花草的那種喜悅跟真實性 當然也實現了我夢想 就是在這個市場裡面遇到都是花藝大師 所以我每一個都要 他就跟我介紹他是誰 他是誰 那大家就合照一下 滿足一下 因為在我的花藝圈大家就會知道 我碰到好多花藝大師都在花市裡面 所以我們覺得不管你是大師還不是大師 反正你的工作就是插花 所以你市場就是你要去的地方 那我們就在市場感受這個買來的材料 最後在這個巴蒂斯的工作室 上了一場花束課 那這場花束課要做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去野餐 去哪裡野餐 當然是要去最浪漫的巴黎 最浪漫的地方野餐 就是這就是你會看見 不管你是用什麼心情 我們是報紙是網紅的心情 就是哪怕是拍一張假的照片 我們都願意去拍 所以我們就真的就完全把這個setting出來 然後把畫意都弄出來 我的同事還把腳踏車帶去巴黎 反正所有的一切通通都 那個法國人不是路邊的人 他是我們這次旅行裡面 我們去拜訪的一個奧林匹克馬術冠軍的家族 他是訓馬師 所以他是跟我們一起參加的這個旅行 就跟我們一起來 所以我們就實現了這個花開旅行 在巴黎的狀態 那這也是我今天文倩請我來 這邊跟大家分享的是 不管你的夢想有多大有多小 不管你是不是像我一樣 只是想要開一家小花店 我覺得路只要往前走 所有更大的夢想跟可能性 都在後面等著你 那往前做這場夢 就像沒好關係一樣 沒有好跟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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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們一定 我告訴你 浪漫可以是你的人生 也是一個事業 它不是你半夜做的夢 來 最後一個浪漫大師 請你上台 你到底還是真正學藝術史的 這是他真正學藝術史的人 你剛聽了這些話 麥克風在這裡 你剛聽了這些話以後 聽了他的東西 你的感想 我發現我真的一點都不浪漫 你的眼鏡怎麼沒戴上來 因為要回歸自然 好吧 受到了影響 你受他的鼻筒術影響 對對對 OK好 我的人生活到現在 我認為你今天應該跳裙白舞 你應該把你那個褲子啊 改成下面都是蕨類 就是全部都是蕨類啊 OK 改成草裙舞啊 我的人生活到現在 我發現每一天我都在學習 每一天都有新的發現 我看完了老師您的 presentation 我突然發現一件天大的錯誤 就是我活到現在 六十八歲 我沒有 真的沒有 坐在草地上 一次都沒有 你們相信嗎 真的沒有 因為我媽媽 在我小時候跟我說 不可以躺在草地上 螞蟻爬進你的耳朵 會把你的腦子吃掉了 因為這樣 我從來不敢坐在草地上 我要坐在草地上 一定要鋪一個床單 一個大步 然後我坐在中間 很害怕的螞蟻 會跑進我的耳朵裡 所以我剛剛看到幾乎都不能呼吸了 因為原來在 在森林裡 在野外可以活得這麼盡情 而我的世界 好慚愧 就是你們待會要看的 這些PPT裡的圖像 都是人工的 都是人給製造的 人所製造的美 但不是天然的美 所以我決定 把太陽眼鏡拿下來 讓你們看到 真正的我 回歸自然 好 可以了嗎 還在跑 還在跑啊 我為什麼要替換掉我的PPT 這就是 學了藝術的人麻煩的地方 我剛剛就多嘴講了一句說 Butter Sally後來畫那張畫的原因 是因為她 要畫她心中 永遠的最愛 那個美女 因為她的美女年紀很輕就去世了 我就想讓你們看看那個美女 我就把她的那個圖片 加在我的PPT裡面 我剛剛就是忙這件事而已 你看我是不是有毛病啊 生命 是 非常 善變的 我們每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可能從生下來都會有自己的夢想 可能在過程中都很努力 可能你會想你的人生在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 但是對不起 68歲的奶奶要告訴你們 常常常你們想的 常常你們想的都不會是你們得到的 你們從小的夢想到最後能夠實現的 往往是由不得你 因為這個世界 因為這個世界不是按照你的理想去打造的 天災人變 不知道 不知道 而生命從你生下來那一刻開始 你就奔向死亡 而且沒有人會告訴你 什麼時候 你會說再見 我現在 我現在 每一天要面對的眼睛睜開的是 98歲的爸爸 88歲的媽媽 82歲的老公 還有一個72歲的小姑 有兩個癌症末期 一位中度阿茲汗末症 然後一個幾乎看不見的爸爸 聽不見的 看不見聽不見的 98歲老人 前一個禮拜才剛剛去住院 都快站不起來了 他以為他要死了 結果我又把他帶回家 好好的又能走路了 每天在面對生老病死 我是家裡最年輕的人 我是家裡的Yuki 我每天都要用最燦爛的微笑 讓我的家的老人 看到生命依然存在 這就是我的人生 你們不要驚訝 你們現在這些小孩子 將來你們肩上 可能要扛六個八個老人 我只扛四個 因為現在的人 你是來上這樣的課 對 那我覺得他們應該 學你年輕時候去跳海 你跳過海嗎對不對 對 我為了他的朋友去跳海 我在等那個圖片出來 先胡說八道一下 快點快點 我為了他的朋友去跳海 那你講他們現在就可以去跳海 可是你可不可以從 我每次聽你說跳海 我都不好意思問你 那你怎麼還活著 就半夜我是半夜三點鐘 跑去Laguna Beach 因為那個時候海邊很黑 什麼都看不見 我又怕我到時候臨時改變主意了 我就把一瓶XO 一口氣就喝下去了 我不會游泳 當我腳踩不到地的時候 我在瞬間看到 在一種不可思議的彩色光裡面 我看到了到那一刻所有我認識的人 我的親人我的老師我的同學 我很清楚的知道我真的不想死 可是我腳已經踩不到地了 我現在戴著十字架 以前不會 因為我那時候用力地跟天上的上帝祈禱 你只要救我 你讓我再活一次 我就會活得很好 所以你是為了失戀 去跳海 而且喝掉了一罐XO 然後你跳到海以後你就後悔了 然後就向上帝祈禱 那最後是誰救了 你是鯨魚嗎 最後呢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到現在不知道救我的人是什麼 我後來還特地到了那個警察局去查紀錄 是一個白色白人 男人半夜去跑步 然後覺得海裡面有人 就把我撈起來了 我十幾個小時沒有意識 我唯一記得的 我唯一記得的是一種香味 一種香味 可能是那個男生是用某一種 考慮我這是什麼 我就記得那個香味 我到現在沒找到那個香 你為他跳海的那個男人 當時是怎樣 是躲起來是吧 我後來跟他十幾年沒見面 沒聯繫 你跳海的時候 他知道你跳海嘛 對不對 我沒有問過他 有他跟我說他嚇死了 所以我懷疑他躲起來的 後來十幾年沒聯繫 現在可以出來了嗎 快了快了很快就好了 anyway 生命可以是非常的沉重 當你們在將來肩上 扛著六個八個老人的時候 你們最好今天 仔細的聽我說 然後你們就不會害怕了 我們常常講到愛 我們打愛想的非常的神奇 其實愛情到底是什麼 愛情就是對於活著的一種悸動 人類的愛情 最原始的動力就是交配 為了繁衍子孫的交配 但是人比動物麻煩 動物的交配很單純 你們知道動物的交配有多單純嗎 你們有聽過半夜貓在叫嗎 動物的交配 不像人這麼麻煩 深層八字 家世背景 決定了你要不要跟他交配 好 我們往下 你看看 人類最早的雕刻 存留下來的就是一個 威倫多夫 維納斯 當然就是後來取的 跟維納斯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麼小 就是手掌的大小 你可以看到他 他似乎是在懷孕的狀態 而且連他的性器官都很明顯的刻畫出來 所以人醜一些就這麼肥啊 因為要交配嘛 好 再往下 然後 人類的很多偉大的發明 偉大的設計 那個源頭也是一種性力的崇拜 我一揮你就往下 你可以看到紀念碑 摩天大廈 比賽鞋塔 都跟那一根有關係 終於你開了眼睛了 你們現在 天啊 學校裡面有沒有說幾歲以下 有些東西不能看要打叉叉或者是 學校的規定跟我沒關係 請繼續 在印度教裡面 其實性力的崇拜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就講很快就講過去 因為我今天不是講那個印度教 然後再往下 好 我終於讓你們看到了 Botticelli 她心裡最愛的這個女孩 糟糕 我數學不好 她幾歲就去世了 七六減五 三十多好 二十三 二十三歲她就去世了 那當時她其實是有夫之婦 可是 這個意大利Florence那裡的貴族 就是很多非常有名的大戶人家的少爺 還有藝術家 都很著迷她 可是我怎麼看她的畫像 我都不覺得她為什麼會 傾倒這麼多的 就是當時她是一個女神 就是今天所謂的網紅 網紅的女神 那早一點的這個 維納斯的畫像 跟下一張 都是十年後 她還在憑著她的記憶 畫她最美好的印象 所以愛情是很神秘的 可能Botticelli跟這個女生 根本就沒有實質的關係 但是呢 在她心目中她是美神 再往下 可是從宗教的角度來說 天主教尤其 性是一種原罪 所以亞當與夏娃其實是一個不幸的開始 我們今天知道的伊斯蘭世界 是對這樣的圖像是一種禁忌 可是早期在波斯 這一類的細密畫還是蠻多的 男歡女愛 這看起來好像是 先上車後買票 這是一對夫妻的結婚的照片 那個時候沒有照片 畫這個畫像等於是照片 當然也有研究的學者說 她可能是為了討極力 弄一個枕頭放裡面 就好像是懷孕了 為了要生孩子 整個洛可可時期 可以說是在藝術史中 最浪漫的時期 描寫許多都是性愛欲望的場景 偷情啊 不要講太多了 這邊都是小孩子 再往下 她們現在是最有本事的 我們都沒本事 我們才不應該聽 可是跟剛剛那個偷情的場面 相對的 極端對比的就是這個維多利亞女王 維多利亞女王 她跟她的夫婿 其實這個夫婿是她選的 維多利亞女王有好幾部電影了 然後她們生了很多孩子 她的丈夫去世以後呢 我可能沒有放那個照片 再往下 沒有那個照片 就是她長期的穿黑色的衣服 因為她丈夫已經去世了 在她的時期 其實也是英國禮教非常嚴厲的時代 接著我們看到的是那個 表現主義時期 孟克她對於性的一種恐懼 退回一張 退回一張 她對性的一種恐懼 因為她小的時候 她的父親是貧民窟的醫生 看到了太多的生老病死 她的母親早死 姊姊早死 好 不管 再往下 皮卡索 你們不知道皮卡索的人請舉手 那表示全部都知道對吧 好 皮卡索醫生 她的藝術 跟她身邊的女人 有絕對的關係 她每次一換她的女伴 她的畫風就會改變 當她在戀愛中 她愛那個女人的時候 她都會把那個女人畫得美美的 可是當她不愛那個女人的時候 她就會開始糟蹋 她畫中的那個女性 她最早的愛人 你可以看到她選擇的品味 對 然後 曾經寫過一本書 說控訴皮卡索醜化她 皮卡索說她寫的傳記是醜化皮卡索的 結果她拿去做證據的就是個雕像 她說我長得這麼美的一個女人 你看皮卡索是如何醜化我的 把她做成了一個立體派的雕像 再往下 當然她心中的最愛之一就是這個Eva 因為Eva也是很早就去世了 你看 19 你們幫我剪一下她大概幾歲死的 30歲嗎 30歲 所以她30歲就去世了 馬力年夢露 到今天留下的也是最美的姿態 36 所以能夠很早就死掉 假如你能夠在38歲之前死掉 那是傳奇 如果你38歲還沒死掉 拜託你活98歲 那也是傳奇 OK 所以皮卡索在每一次遇到一個美女 當然她娶這個Oga 是一個俄羅斯的芭蕾舞娘 那她在當時周遊在上流社會 所以她娶她不只是她的美貌 還是有strategy的那個考量 就是她為了生上流社會 這個可以讓我講三個小時 我還是快一點吧 然後她這個女性也是她非常愛的女人 你看她留下的她最貴的畫作 都跟這個女孩有關 因為她畫得很juicy 好像一個最甜蜜的水蜜桃 再往下 這個Dora Marr其實是很有才華 她自己也是一個藝術家 皮卡索在畫最重要的那個Grenica的時候 她是陪著她的 可是她很快的她就愛上了下一個女人 她就開始就是這個Francois 還幫她生了小孩 她前面那個Dora Marr 她就把她畫成一個哭泣的女人 所以當她看到這個哭泣的女人的時候 Dora應該就逃走了 好 你就知道男人愛女人是什麼 德性 這個自大狂妄的皮卡索 為了她愛的這個年輕的軀體 她會撐一把想 在後面 然後你看這個女性多麼自信 多麼驕傲地走在前面 再往下 這是後來這個Francois 是在這個皮卡索身邊 我最肯定的一個女子 第一點她自己是一個畫家 她最後是成名了 到今天她的畫作都還有市場 然後她寫皮卡索的傳記 前一個寫的是失敗的 可是她就讓她發行了 她是一個很強悍的女人 然後最後她還能夠再嫁她所愛的男人 生活得非常的幸福 所以皮卡索糟蹋了許多的女人 而且在她生命中她的親人 為她自殺為她而死 包括她的司機如何去很惡意的對待 皮卡索真的不是一個好人 我常常要說有些藝術的天才 你們最好離她遠一點 因為她自私自戀自大 總而言之 說到這邊就打住吧 然後最後賈桂林 是皮卡索最後的妻子 她們年齡落差非常大 她大概是剛好在最對的時機跟她相遇 所以她到晚年她的事業都歸她掌管 但是賈桂林到最後其實也是自殺的 也是一個悲劇的受場 好 另外這位我崇拜的大女人 霍達卡索 霍達卡索在她學生大中學時代 就去追這個當時已經很有名的大畫家 Diego Rivella 但是胖得像豬一樣 絕對不是我的品味 當時她嫁給她的這個Diego的時候 她媽媽就說真不幸啊 一隻可愛的鴿子嫁給了一隻大象 這形容得非常貼切 好 如果你要你兩人相愛的美好關係 能夠更長 那是因為兩人選擇了要去維護她 維持她 也會為她有所征戰 但是呢 你一定要為她付出努力 這是維持美好關係的一個很重要的道理 另外 就是如果你想得到愛 第一點 愛是無條件的 去愛 去相信 去尊敬 你必須完全的願意付出 投入 理解彼此 然後才能為一個關係得到了美好的結果 可是我相信文謙老師跟我 我們都已經談過了很多次的戀愛 沒有 我對我的狗有做到 unconditional love trust respect commitment understanding each other make a relationship beautiful 都有了 我所有的狗都跟我關係很好 我一生有15隻狗 到現在為止 unconditional love 我的助理可以證明 她也差不多 所以 要維持一個美好的關係 真的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我只是 原來以為我選了這些圖片 很能夠說明狀況 很能夠從古到今 談到了感情是什麼 愛是什麼 愛是什麼 什麼是美好的關係 可是 今天以後 我會改變了 我會更願意的去回歸到一個 極其植物的狀態 終於有你改變了她 你會不會倒追她 她的老婆 她老婆是攝影師 很年輕 小女30歲 我會開始思考 從一個動物性的愛 轉向成植物性的愛 一顆種子 可以開出 一百萬以上的花朵 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魯老師 其實你最後 你前面用一個非常辣媽 辣奶奶的方式出現 你最後跟大家講什麼 叫 unconditional love 我跟妳開玩笑說 我對我的狗子做到了 那其實我是不可能 對人做到那些事情 但妳對妳現在的老公 復身做到 Why 我的丈夫是我花了三年的時間 打扮了五個女人 我在她跟我一起過 第一個生日的時候 我就寫給人間副刊 生日快樂的一篇短文 還拜託楊澤說 一定要在幾月幾號登出 然後在我還沒有登出 那篇文章之前 指名道姓的說我追她 人家猜我是要追的是難放碩 也是您認識的人 他們都不知道 他們不會知道這些老頭 我的時代已經非常非常的久遠 然後我在那個信裡面 寫的就是我們花前月下 如何在壁壇旁邊散步啊什麼的 其實那個時候我還沒有達到三壘 你們聽得懂嗎 他們懂得三壘一壘二壘嗎 她意思是說她根本門兒都還沒沾上 對那個時候我只是可能在二壘 在二壘還要賣還要奔向三壘的時候 可是那篇文章讓人家覺得我已經跟她非常要好了 所以就在壹文圈裡面炸鍋了 第一個受到影響的人就是一個女博士 她本來就是約了傅生 我先生要到台中來這裡演講 然後酒店也都訂好了 要打算吃一頓美好的燭光晚餐 然後住在同一個酒店會發生什麼事我也不知道 可是那個有那種很 有一種叫心機什麼什麼的那種女的就是我 我早上起來故意沒有化妝 蓬頭沒有垢面了 但是就頭髮亂亂的然後穿了一個家居服 像睡衣一樣開著一個粉紅色的march 然後載著我的我的父親老爺到了松山機場 他下車了那個人已經一看怎麼是個女的 然後一個粉紅色的車把她送來 已經心裡很不爽了 然後我還特地從駕駛座打開門 跨出去說 嗨 傅老師要不要我接妳 欸 早上七點多欸 穿得像睡衣一樣 送她去機場 還要問她要不要接她回家 那個女博士馬上就上當了 她認為妳跟她前一晚睡在一塊兒 對 其實沒有 結果呢 她就從在飛機上 從那一剎那我看我一站出去她臉就變色 我就知道這個女的上當了 然後她從在飛機上就一開始就開始跟她鬧彆扭嘛 夫妻也不知道她為什麼鬧彆扭 她根本不了解為什麼她會生氣 然後就把晚餐也取消了 她當天就回台北了 所以妳就打敗了一個女博士 一個就這麼輕鬆地解決了 然後其實是一個比妳年輕的 那當然 而且是個女博士 然後氣得就把她買的附身的那些書法都給繳了 剪了 人才兩世啊 她的名言是說 她是用傻老婆的方法最當上了大老婆 好 那妳怎麼打敗另外四個 她們聽了好高興啊 她們顯然很需要妳的技巧這樣 好 女生才可以舉手 如果妳看到了一個男生 妳覺得她是妳的菜 會動手的人請舉手 什麼叫動手 動手是這麼意思啦 就拿菜刀殺人嗎 就吃啊 吃啊 看了以後只敢心裡暗想 可是不敢行動的人請舉手 也是有 然後到今天為止還認為 應該等著男人來追的人請舉手 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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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我啊 我的狗 我都是我的狗追我 好 我是1970年代在美國受了這個女性運動的洗禮 當我們女性受了同同樣的教育 在職場上同樣的競爭 我的理論是 當我們變成了一個有頭腦的女人 理當知道什麼是最適合我們的 所以追男生沒有什麼好可恥的 這是我的信念 因此我當時是寫了作戰手冊 達到一條畫掉一條 達到一條畫掉一條 用三年的時間才獲勝的 到第二年的時候 傅聖還不跟我求婚 也不跟我 我說要跟他結婚 他說再等一等再等一等 我都說到什麼程度了你知道嗎 我說跟我結婚很容易 不用拿鑽戒來 抱個西瓜我就嫁給你 滿菜市場都是西瓜 隨時都可以求婚 結果沒看他抱西瓜來 後來兩年多了我就決定說 再耗下去不對 你先講一下你那情敵怎麼解決 大多數都是Block在寫密經 幹掉了一個 我先說第一步我怎麼做 就是怎麼當小老婆這件事情 因為小老婆最擅長的是什麼 洗手做羹湯 做男人愛吃的菜 先把它餵給鎖住嘛 所以我就我父母親那個時候都在美國 我就常常打電話 問他這個家鄉菜這個怎麼做那個怎麼做 因為父親跟我的父親是 開車五分鐘距離的家鄉人 所以我也這麼做了 然後下一步呢 因為我們在美國生活很久 我們是一定要有洗衣機加乾衣機的 要不然我們覺得衣服都不能洗了 那我當時是故意 把我在台中 我從朝陽轉到東海 然後我打電話給謝大力說 拜託我可不可以到台北實踐大學來教書 他說為什麼 我說我看中台大的一個教授 要進水樓台才有機會 所以我就從東海又換到了實踐大學 那光換到實踐大學 還是有風險 因為我沒有辦法24小時看著他 我就乾脆搬到他住的公寓 他在18樓我就租11樓 然後每天做三頓飯請他下樓吃飯 吃完飯了我就跟他說 哎呀你要洗衣服一個大男人太麻煩了 你家有洗衣機乾衣機我沒有 因為我剛搬進去還沒買 我說這樣吧我就用你的洗衣機乾衣機 我就順便幫你洗 傻傻的他就把他的鑰匙給我了 這個鑰匙一拿到 有一次有幾個女性的訪客來看他 我聽說有訪客 我也不知道是男的女的 我就故意從11樓穿得花枝招展的 然後就走到18樓 也不按鈴也不幹嘛 就用鑰匙一開 就傅老師 就說你來這麼多朋友 那我來幫你泡茶 就開始很熟練的在廚房 幫他把茶給泡出來端給客人 其中真的有對他有意思的女生 看到我已經有鑰匙 還廚房裡這麼熟練 笨蛋也會猜你們關係一定不簡單 對不對 所以我的用盡心機 就是借是小老婆的工夫 拿到了鑰匙 乾脆晚上看電視看得很晚 就不回家了 這樣你們還不能夠明白嗎 所以這麼努力了 兩年多還是沒結果 我就驚慌了 我想說再要耗多久啊 取獻救國 我就先去追他的媽媽 他的媽媽住在台南一中的宿舍 跟李安的爸媽是隔壁鄰居 所以李安媽媽都知道我怎麼追來的 我就週末開車飆車 三個小時啊 就從台北飆到了台南 然後帶他媽媽陪他媽媽去買菜 陪著他媽媽做飯 聽他媽媽講故事 最後 他媽媽讓我跟他睡在一張雙人床上 兩個枕頭 靠著肩膀 我把他媽媽給搞定了 最後他媽媽跟兒子開口了 你們兩個都是大學教授 你們搞什麼鬼啊 同居不結婚 壞榜樣 現在講這個沒用了 現在年輕人不聽這些了 結果 他媽媽突然之間中風了 那個時候附身在韓國 我用二話不說 飆車到台南把他送進了成功大學醫院 然後所有一手找醫生照料 這是我的能幹的強項 所以我陪伴他媽媽走過最後的道路 然後剛好我是天主教 他媽媽也是天主教 所以我在教堂裡面替他辦了一個 非常溫馨美麗的追悼會 然後我把我作為策展人 你們聽過策展人嗎 你們都知道策展人請舉手 大家都知道啊 都知道嗎 我看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們是不好意思舉手嗎 因為策展人三個字是我翻譯的 所以在大陸你去百度 策展人是陸融之翻譯的 我是策展人之祖母 OK 所以這次策展了一個喪禮就對了 然後呢我就用策展人的功夫 把那個整個教堂做花的裝置藝術 用白色的百合花做的又有香味 對吧 因為百合是象徵的純潔 對母親最好的敬意 然後百合花 然後我選了最美的音樂 聖樂 無感嗎 對不對 無感 音樂也有了 香味也有了 就是味覺沒有辦法達到 觸覺也有了 然後我把編畫冊 做展覽畫冊的本事 做了她媽媽的紀念專輯 是不是十八般五億都拿出來了 最後浮身看 這個女人啊 送中的本事一流 所以現階段 我的丈夫 已經小腦微縮 肺癌擴散 怎麼辦 我一直在笑 肝腫瘤 攝護腺癌症發作 我的丈夫 我用了三年追來的丈夫 處於這個狀態 她在四年多以前 已經被診斷 有肺癌的嫌疑 我們商量的結果是因為做了調查 老年人得肺癌 只要化療沒有超過一年的都死了 所以我們說好了 讀讀看 就不要去證實 照著正常的方式去過日子 結果 一個多月前 她被一群很高明的醫師團 會診 確定她肺癌已經擴散了 心臟95%阻塞跟鈣化 已經不能動手術了 那醫生跟她說 我們最好的醫療 讓你住在這裡 我們可以保證你半年 我先生跟她說 我不要住院 我不要死在醫院裡面 我寧可死在飛機上 在我的老婆的身邊 我說 關我什麼事啊 你幹嘛死在飛機上 還要在我身邊 我要處理多麼困難的大事 把你一個屍體運走 因為你送中一流啊 有始有終啊 結果呢 我那可愛的老爺 就這樣出院了 然後 現在 他是 大前天從北京飛到了台北 前天做了他的展覽的開幕 昨天他已經飛去福州了 本來我想把他偷偷帶來給文倩老師一個 surprise 但是他已經去了福州了 23號我會帶他去巴黎島 他的紀錄片錄為了巴黎島的影展 他已經錄為四個影展兩個得獎了 所以我們要去巴黎島影展 接著 飛二十幾個小時 他要轉機到華盛頓DC 他以前工作的FREA 國家美術館 去放映他的紀錄片 然後再從華盛頓DC 飛到北京準備 他要在北京故宮的展覽 所以他在高速度高密度的旅程上 他準備 死在去影展的路上 或者死在去美術館的路上 或者是他在台上致詞的台上 總之他不要死在醫院的病床上 因此我也悄悄地在我的箱子裡面 放進了一件全黑的洋裝 跟黑色的皮鞋 跟黑色的墨鏡 準備在那一刻的時候 表達我最後的哀思 這是我的人生 很戲劇吧 但是 這就是我可以想像的 最美好的關係 謝謝 太了不起了 我幫你再做一次啦 再幫你做一次Polling 你們覺得要學陸老師這樣 看到好的菜 就倒追這個男人 女性請舉手 改變主義的 我知道你從頭到尾都舉手 沒有半個人改變主義 有沒有人要舉手 就舉啊 我有啊 我有舉手 因為我去年也有個林總統講 我想去追他們去 花開小旅行的李昂的司機吧 而且還叫他去要了電話是吧 對不對 就你們今天沒有的司機 明年要有啊 OK 他講的其實很對 OK好 其實生命就應該想像這樣 不過他不要學他失戀去跳海 那跳海替那個男人跳海 沒什麼必要了啊 但是 就那麼一次不會有了 OK好 那學附身學他 了不起 然後學忠勇 忠勇呢他很愛花 當他去開花店的時候 他沒有問他自己能不能活下來 其實所有的人都會告訴他 你不可能 Earn the living對不對 你不可能 有辦法活下來 可是他呢 因為他就是很愛花 他根本不會做生意 他對這個花愛到一個程度 然後他有能力把所有的這些 他所想像的大字 人想像的美好 最後他成為台灣的花藝大師 然後全能成台灣 最賺錢的跟花有關的 被稱為藝術家 然後在整個亞洲 好幾個重要的大飯店 都請他去顧展 一個接一個 然後接著他可以 花開小旅行 這些去的人都是要繳費用的 他earn the living 但這完全不是他剛開始想像的 他只是朝著他自己 很愛的方向去走 然後他也朝著他自己 很愛的男人走上去 對不對 我可以不可以 藉這個機會做一個非常魯莽的事情 幹嘛 我可以做嗎 可以做 老師 您不要驚慌 請坐 你不是求婚吧 不是求婚 我現在正在拍一部電影 叫做答應你 因為我當初追附身的時候 我答應他一個條件 就是我們沒有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是在未來 我願意跟你同年同月同日走 不可以啊 可是我沒有想到他要這麼急著走啊 我以為還可以等很久啊 我告訴你所有的證件 所以我後悔了 所有的證件都是不需要實現的 所以我後悔了 我現在不想跟他同月同日同時走 可是這個承諾已經答應了 形式上要實現一下 你可以跟他躺一樣的棺材 我就想好了一件藝術作品 那個作品是我想了二十年 我們結婚二十年了 今年二十週年 我想了二十年的一個場景 就是在一個布滿了最美麗的花的房間裡面 雙人床上 我們躺在一起燒炭自殺了 但是不是真的要燒炭自殺 就是我要拍在電影裡那樣的一個場景 那樣的花的裝置的作品 請您跟我一起合作 然後你就等他真的放 我以為你要擺兩個棺材 你也一起躺 然後再爬起來就好了 太不美好的關係了 我們要在床上 在花香裡 然後被拍攝成為我們兩個的長眠 在床上 在床上 可以答應我們嗎 沒問題 好吧 原來我們今天的課程是促成了一場 促成了一場 躺在床上的假喪禮 然後有一個人要爬起來 這樣好吧 執父神跟我也是朋友 不會 而且傅老師是我的朋友 他對我也很敬重 我們這樣子講他 到底是對還是錯 你覺得 我 然後您可以扮成一個天使 長得一個白色的翅膀 站在床頭前這樣看著我們 我不會 我會穿白色的睡衣 讓你知道我跟他的真正的關係 OK 還要有一點透明的那種 我向來都是如此這樣 您放心這樣 贊成的請拍手 好 謝謝 謝謝大家今天來到我們的課程上 謝謝周恩特別從台北來 謝謝您 把傅老師留到福州去 然後還特別來 謝謝我們所有的同學 我想你們這些所有的人 的收穫 I hope you can open your eyes 其實很多事情 不是我在這裡告訴你 書本上說什麼什麼什麼 歷史上說什麼什麼 spiritually 就是精神上裡頭 我們其實很多人 需要超越我們原來 很多的礦環跟限制 希望今天的幾個來賓 今天的幾位老師 讓你們有所啟發 好 謝謝各位 謝謝